大家好,我是雷槍 凡宗最近準備要開始新年活動了 同時也會開始新年附帶以及村鎮卡池 沒錯,又到了選擇困難症發作的時候了 那麼這個時候確實應該要出來跟大家聊一聊相關的東西 不過話說最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出影片了 但日服凡宗好像接下來都會有大事發生 所以我相信之後應該又會恢復那精湊的出片節奏了吧 那麼這部影片將會跟大家閒聊一下 關於村鎮卡池在繁中現在以及今後的推薦程度 還有就是雷槍這次的附帶推薦與選擇 還沒訂閱的話就記得按個訂閱和小鈴鐺 並且追隨下午的推直播間 方便又查看和討論更多不同從者的功能 那麼廢話不多說,正式進入主題吧 首先我們先來聊一下村鎮的情況吧 關於村鎮的推薦度 雖然之前已經有出一部繁中未來式影片有聊到 但說實話以強度來說 村鎮確實是陷在這麼多SABAR的情況之下 算是最優秀的SABAR之一也不為過 撇除沒有自保能力以外 傷害爆發力、貫通力以及周回能力都可以說是一等一的 同時也是現在SABAR之間中衝浪周回最穩定的從者 所以聽到這裡其實基本上就代表著 它真的蠻值得大家去抽的 不過我個人選擇是不抽的 那麼當然我也會說一下為什麼我吹了這麼久 依然選擇把它Pass掉的原因吧 第一,我的課金量少 想把石頭留給宇宙靈、賀小姐和後面2.6的必抽從者 第二,已經有練SABAR相關的衝浪從者 甚至其他衝浪能力相當的從者 第三,日服已經有寶三村鎮並且已經體驗過了 那麼第一點算是蠻正常的 因為你沒有村鎮也可以用其他衝者衝浪 或者其他打手來當高藍打手 但在未來的一年後 你沒有沙狐就玩不了紅卡隊 沒有偶背龍,高藍就要加賽 就是這麼簡單 第二,我個人是有練百等以壓送 再加上有寶三宇宙靈 之後也打算把宇宙靈位到100等 所以真的不怕Lanza關卡沒人衝浪 而且繁中也快要復刻宇宙靈活動了 我個人會寧願去把宇宙靈靠賽補到寶四 也不會想要一個寶一的存證吧 第三點算是我最個人的考慮點 像我這種凡日雙修的玩家 有時候日服練了個角色 在凡中都不會想練 反而去玩一下其他更有趣的從者 所以真的 到最後還是得自己考慮取舍比重 到底是留石頭抽之後的Obelon 還是享受對酷最帥的C把呢? 但你真的最後選擇要抽純真的話呢? 我只能說他的性能與帥氣程度 絕對是值得讓你去抽的啦 接著便是符帶的推薦和選擇 這邊基本上已經聊了很多次了 沒拐抽拐 有拐抽你所愛的 所以當你沒有輸傻的時候 輸傻卡斯算是我最推的一個選擇 加上即便抽不到輸傻 有卡瑪也算是安慰獎了 因為日服直到今天為止 卡瑪依然是高藍打手的熱門人選之一 關於獅匠的話 由於之後會出泳裝版本的獅匠 無論是周回性能的輔助還是高藍的增益上 都算是強於現在的普通CBA 所以沒有CBA人到底要不要選擇這個輸傻呢? 就真的看你個人自己了 我個人是覺得沒有的話 還是抽一隻會比較好吧 還有就是瑪哈和盜滿這兩個卡式 沒有瑪哈的話 我個人建議就不要再抽瑪哈了 直接抱別人已經抽好練好 寶武的來用就好了 沒錯那個人就是我 我就是那個經常白嫖好友寶武狂周那的人 不得不說是真的蠻強的 而盜滿呢就不一樣 自己還是得抽一隻回來練的 所以沒有盜滿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抽盜滿那次 不過另外兩位抽有點雷就是了 我個人的選擇呢 說實話我到現在還是沒想到 哇幹這沒辦法啦 就只能等到卡池出了 再開台跟大家討論一下思考一下 徵收廣大玩家的討論和意見 或許最後我能在福袋卡池出來的那一天 決定出我要抽哪個福袋吧 那麼這部影片就差不多要到這裡了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就記得按個訂閱 或者追隨一下我的Twist直播間 期待能夠在繁中福袋出來的那天 看到大家的戰鬥成果吧 那麼我是雷城 我們下次再見吧